在台湾,由前行政院陆委会主委苏起发起成立的台北论坛基金会,周一举行变动中的两岸新局,回顾与前瞻研讨会,难得汇聚了红、蓝、绿专家学者,无所不谈,包括下章会后续效应,台湾影星苏起,在坎城影展的国籍风波,以及蔡英文的两岸政策,都成了热门讨论议题。 会中,佛光大学学务长柳金才在台下提问时坦言,研究两岸关系学者,最关注中国标榜的中华民族主义,以及台湾主体意识之间冲撞的问题,柳金才说, 之前陈水扁总统,这个时候提出了,从两个基础条件,架过两种基础条件,预设国家同一性,但是我们没有想象,今天陈总统变成是一个一边一国论的代表,这个是历史的偶然,还是历史的必然,我自己也很纳闷。 他认为,现在在野的民进党的两岸论述,没有执政时期那般开放,宽松,期待民进党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个两岸政治统合的框架,让中国不要觉得统一是无望的。 柳金才同时提问中国学者,分裂国家的模式在大陆不能讨论吗?中国政府是否有可能比较东西德和南北韩的分裂国家模式,如果两岸两中之间往未来一个国家统一为愿景,尊重目前现状,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互相提息,能否创造更和谐的两岸关系? 民主进步党立委李应元回应柳金才的问题指出,民进党最高的价值是尊重民主的决定,所以2300万人的决定,民进党一定会尊重。 李应元说, 李应元接着说, 现在蔡英文主席也提出了,蛮正面,像这样的下章会,这是某种程度的政府对政府之间的一个开始,就已经走30年才抬到这一步,从白手套,更早就不用讲了,都是还是秘密外交,然后走到白手套,走到这个能够下章会,这个是蔡主席说他尊重,还是说维护这样的一个两岸的现状,和平稳定发展的现状, 我想这些都是代表他不排除这个民主的决定嘛。 发表谈话时,呼吁中国对台湾要有同理心,他指出,台湾2300万人在国际社会上,由于北京的关系好像不存在,导致两岸民心分割,一名在台工读博士班的中国留学生反问李应元,那同理心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台湾对中国要有同理心? 李应元说, 当然,大陆民意,没事,就是类似这样,像苏琪,这么漂亮的一个宝贝,他事实上他是来自台湾的,他也没有讲说我主张台湾独立,可能会遇到,对,我知道,我一直说,但是大陆的民意这一部分就网友的,网友就对苏琪这么批判,我要请我们大陆的网友,这就是某种民意,你欣赏一下苏琪呢? 李应元呼吁大陆,有同理心就有信心,有信心就会有耐心,他还说,大陆从马列主义进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,那个变化多大,那个变化不比两边,本来从炮战变成停火还要大,所以,改变是双方的,调整是双方的,而且是内在调整,可能超越歧义, 如果大陆有一天也像台湾这样有活跃的民主,我们大概也很难抗拒,李应元会中还提到,这次下章会在金门,他年轻时就是在金门当兵,他认为从人类历史,希腊城邦之战,春秋战国到现代战争,最荒谬的就是金门炮战,李应元说, 打不想结束,又没有面子,说结束,所以只好慢慢的减量,双方的经济又都不好,经济又不好,所以就讲到最后就是大家约好,多有默契啊,单打双方打,而且七点准时打,然后七点半准时结束,多有默契,长得鼓励一下吧,这是和平的开始 主持人,前台中市长胡志强打趣说,连岸今天若有这默契,算不算同理心?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英金回应分裂国家,到底在中国能不能谈时表示,两个德国,两个韩国,它是国际法的问题,但是大陆和台湾在联合国只有一个席位,这是最大的不同,王英金说 不过王英金表示,尽管大陆不主张以分裂国家模式的框架处理两岸问题,但也不妨可以借助分裂国家互动的经验来处理两岸关系, 当年希德面对东德的分离主义,希德付出大量的经济援助,现在大陆对台湾就是这么做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